好的,那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是Photocab的官方網站 那它其實現在是這個所謂的自由軟體 自由軟體當然完全免費,您到這邊來 它現在最新版本就是到6 那麼網站上還有很多的教學,有沒有 這邊有很多教學,還有一些討論 其實如果您有興趣的也可以來這裡看一看 那麼網路上其實大部分大家用的比較多 都是一些比較炫的效果 但是我們要先講一些基本的 反而這些網路上講的比較少 那我們來看一下其實基本的功能 我們看看這邊 那麼在這裡的話呢 我們今天針對Photocab部分主要會講幾個功能 一個呢就是這個照片的時候要構圖 對不對 那現在其實數位相機拍下來的裡面都很大 都很大一張,就是那個解析度都很高 那麼你如果構圖本來不是很OK的 其實我們可以透過基本的一些裁切 我們等一下會介紹 那再來呢有一些基本的影像處理的方法 您可以參考看看 因為Photocab的好處就在於 它沒有用那種很艱深的攝影的名詞 或者電腦的那種像Photoshop 那種比較難的名詞 它大部分都用比較簡單 而且步驟比較快的就可以做到 所以其實老實 即使你用這個數位相機也好 手機也好 拍下來就可以很輕鬆的去做一個處理 那再來呢洗照片啦大頭照啦 這個可能大家有機會用到的 主要是像比如說像同學要考試的 要考試的很多是不要有大頭照 對不對 那大頭照自己給拿去那個照相關洗 不太划算啦 老實知道洗那個大頭照一組多少錢 沒有那您講的那個顏色含拍 不含拍光洗而已 台中市好像中部幾千次都統一的嘛 細丁兩張嘛 但是洗所有照片呢 一張的話最便宜的 我知道在那個好像在那個 中國藥學院附近一點 不知道一點多啦 對對對一點多而已 可是我們在一般附近 像我們去便利商店 最多都5塊嘛 4.5塊5塊啊 對啊那差很多啊 可是你知道嗎 一張數位照片可以洗幾張 兩吋的大頭照 8張 然後呢 一吋的可以洗10張 差很多喔 這個像他們這樣來講 整班一個人會就好 就收集起來一起去洗就好了 就差很多 那再來呢 我們會講到一些加外礦套模板 這個網路上就會比較多 那再來就是像老師可能 比如說一些活動下來啊 那這個照片怎麼樣去 P字改造他的檔名啊 尺寸啊 還有怎麼去做這個縮圖 做縮圖的 我們後面都會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那麼首先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構圖的部分 其實一般最常見就是九宮格的 什麼是九宮格 有沒有老師 數位相機上常常會有這個 對不對 常常會有這個圖示 那 在這個 你有打開用過嗎 大部分看到那個模式就把它關掉嘛 哈哈 不然那個格子會擋到你 哈哈 因為我們平常拍的時候 大部分都是 照電視上講的 李立群演的有沒有 十字擺中間嘛 哈哈 看到誰 就拍誰 十字就放在這裡 但是 放在中間 不見得是最好的 對不對 所以 一般他們的建議方式就是說 欸可以的話 其實你可以把那個 你的主角就擺在什麼 這個四個角落上 這是一般的 然後當然 也不敢跟你講說是百分之百 但是至少就是他們 一些規則 歸納出來的 那你透過這個方式呢 我們可以來做 因為現在其實 這個數位相機的尺寸真的很大 請問老師的數位相機是幾百分像素的 手機呢 你的智慧型手機是幾百分像素的 320也不錯啊 夠啊 對啊 還是老師都是進去 麻煩 最好的螃蟲 螃蟲 螃蟲看而已 沒辦法買喔 哈哈 現在其實很多動不動都上千萬 對不對 但是 老師知道那個像素是怎麼算出來的 直的 對 直的 長成寬 所以其實你看喔 以一般我們的螢幕解析錄來看的話 如果我們用最標準的 1024乘768 對不對 這是比較早期的 那 這個尺寸 請問 是多少 這樣是多少 1024乘以768 這樣幾萬 很抱歉 年薪不到100萬有沒有 哈哈 78萬而已 對啊 那如果我們像現在那個 Full HD有沒有 所謂的高畫質電視 它的1080是高度 那寬度是1920 乘以1080 請問這樣幾百萬 兩百萬就夠了 老師有沒有發現 三百萬綽綽有餘 除非你們家用60吋的 60吋的 支援到多少 那個 408 4096成多少 那個才 你有才 不要用到那麼大 我們一般看電影 多大你知道嗎 2048 一般電影大概兩個尺寸 就是2048 或者上去到4096這樣 寬度 寬度 所以說其實我們一般的 真的三百萬就綽綽有餘了 在螢幕上看 你今天為什麼它要不斷的提高 是因為要洗出來 你如果要洗照片 一般來說 我們會建議各位就是 如果你要洗 我們最常洗四乘六對不對 四乘六 你基本上最少最少要兩百萬以上 最少最少 但是我們會建議三百萬上 會更好一點 比較不會有 就是稍微模糊 老師如果實際上有錯過 你會發現說 如果你用手機拍的 尤其有一些是比較早期的 那個像素比較低 一百多萬的 兩百多萬 那個洗出來效果就很差 就只能在螢幕上看 所以這個是最主要的差距 那你看像那個婚紗街有沒有 婚紗 動不動就40吋 50吋 60吋 那那個解析度不夠怎麼可以 像我們最近就有去拍那個寫真集 拍小朋友的啦 全家的 那他們的解析度就是 一千兩百萬 還是一千五百多萬 那這樣你要洗大張的才洗得出來 所以這個是一些基本的先跟老師做一個分享 那我們透過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尺寸都 所以你老師要會的就是要會什麼 縮放跟裁切 對不對 最基本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地方呢 先直接切換到我們的軟體裡面來 您進到這軟體裡面之後呢 雖然國產的 這架當MIT的 雖然它沒有像一般像那個Photoshop啊 那麼就是華麗的外表 但是它真的功能很不錯 而且有很多針對台灣的使用習慣而來的 那首先呢 您可以看到在下面這裡 下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瀏覽照片 對不對 瀏覽照片 你現在看到這樣 你們進去應該都是空的 您可以從這個地方變更資料夾 好 變更資料夾 按一下 那我們的照片呢 放在哪邊 放在各位 就是您的桌面上 這裡 有一個Photocab電器塗檔有沒有 你把它打開 這樣就可以看到 裡面有放一些 那 這裡呢 就有一個影像的縮放跟裁切 你把它點進去 是不是就看到了 所以你要拿一張 你就按著它丟進來 按著它丟上來就好 有沒有 順便問一下老師 請問我們現在拍照拍出來的 是幾比幾的 我們拍出來的這個照片 我們知道我們洗的照片是4乘6對不對 大部分 以前是洗3乘5嘛 但是呢 我們一般的照片其實尺寸是多少 我們一般的這個照片 像你現在看到這張就是4比3的 也就像我們傳統螢幕有沒有 4比3的 那麼你看這一張 有沒有覺得好像不大一樣 稍微比較寬一點點 因為有的數位相機或者是 那個錄影機對不對 DV 是不是可以拍16比9的 你看像Sony 它現在有一些都是16比9的 你就沒有4比3的 那很抱歉 都不是 4乘6的那種比例 有沒有 所以我們可以來做一個裁切 您看一下 假設我拿這個 我拿這個丟進來 您在這邊 影像裡面 有一個裁切 按照指定的償換筆 所以其實如果說 你拍了這張照片之後 你拿去洗 如果有洗4乘6的 然後這沒有發現 其實上面跟下面會被切掉 或者左右 對不對 那只是因為大家習慣都很好 都擺在中間 所以大部分不會覺得說 洗出來好像有什麼差 除非你是那種大合照 然後站在旁邊的 就要小心一點 有可能會被切到 那 今天你看 如果我是16比9的 丟進來 裁切的時候 如果到4比3 是不是切更多 會切更多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個方式 你就會 所謂的裁切 也可以預覽一下說 知道 你拿去洗之後 它會被切到哪些 像以這個地方來講 像這個我就 像這邊 你看 這個有沒有很標準 擺在正中間 有對不對 那我們把它重新裁切一次 你看喔 裁 裁切 按照 長寬比 按照長寬比 那我就可以把它 這樣 所以呢 您自己心中要有九宮格 這樣有沒有擺在左 那個 不是正中間的 對不對 所以這個時候呢 我再把它按下 OK 您看使用前 使用後 感覺是不一樣 對不對 那我們再拿這一張給各位 參考看看喔 你看 這樣子拿來 好 一樣 重新裁切一下 所以你自己先想好 看看說 欸我的九宮格 有沒有 是要把它往左邊移一點喔 那按OK 使用前 使用後 感覺是不太相同 所以其實回來可以自己調一下 對不對 不見得說一定要馬上就洗出來啊 欸自己處理一下 效果是很不錯的 那我就把畫面還給老師喔 給您試看看 您先從這個 變更資料夾這邊 去找到之後 我們再把它找到我們的練習圖檔 好 然後呢 再進到這個目錄裡面來 你就可以找到 那當然 如果老師可以的話 用自己的照片 最好